操场呗 我给您送家去啊 什么 您要亲自来案发现场啊 行 我在这儿守住带兔了 好嘞 好嘞妈 哎呀 哎呀 我妈今天上午丢了五百块钱 老太太在家可着急 这钱好了 找着了 你说我妈得多高兴啊 太高兴了 哎呀我的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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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呀 大哥 请你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 好人一声平安 不是 你别说话 我还没谢完呢 现在像你这么好心的人可不多了 捡着钱了 你不往自己兜里穿 你就赶着傻傻地处着等着施主 实际不昧这四个字 谁编的 不是我编的 就是你编的 不 就是给你编的 大哥 再次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 好人 一声平安 哎哎哎哎 我这哎哎 站住 站住 你回来 你回来 感谢的话我都已经说没了 我实在是没有词了 我知道你没词了 下边该我词了 我跟你说 这个钱不是你的 你不能拿走 明白 规矩 你的 不是 不是这钱不是你的 应该 这钱不是你的 谁的 不是你的 最后一个了啊 不是 这钱真不是你的 大哥我这张要再给你的话 那这钱可就真不是我的了 你不能就让我拿个信封走啊 我跟你说 这信封也不是你的 这钱不是你的 你不能拿走 大哥 啊 你多大岁了 我46 妥了 只要你把钱给我 肯定对你有好处 大哥 我肯定能在我工作单位把你等 你在哪儿工作呀 青山墓园 不是 我没事跑你那儿干啥呀 等你有那天的时候 你就拿着这张名片来找我 我给你把纸 你拉倒不到那天 我还能给你递名片吗 我就躺那儿了 躺着你可到不了我们那儿 到我那儿的呀 都装盒了 哎 不过你造型 盒上都有这个小照片 我一眼就能给你认出来 到时候 我在你这个四周啊 免费给你种上这些花草树木 再搭你一个十八里相送 我保证 到时候所有墓园子里 住在河里 全都羡慕你 我这 那他们一激动 不会再蹦出俩来吧 你在河里呢 你怕谁呀 这咋说着说着 还把我说走了呢 不是大哥你看 不是 这钱真不是你 不是你把这钱给我 你听我跟你说 我丢了 你捡着了 哎呀 你听我跟你说 是这么回事 我岳母啊 丢了五百块钱 我今天发奖金 我就从我这里边 拿出五百块钱 假装告诉她 这钱找着了 明白吧 这钱不是你的 啊 我不信 你怎么还不信呢 我不信 有这么神经病的古业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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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不能有 这么神经病的古业呢 这钱真是 哎 哎 干嘛呢这是 这是 是不是没你的事 我跟你说 他也 大哥 大哥你来的正好 你给评评理 我丢五百块钱 他捡着了 他编个故事 他不想给我 哎呀大妹子 我真没拿你的钱 我这 你别说话 哎 你不是我的妹妹吗 谁呀 谁是你的妹妹呀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你钱顺峰哥哥呀 我怎么不记着 我有你这么个哥哥呀 我问你 你的父亲 是不是叫王青山 是不是个卖楼的 你是不是个卖墓地的 你听听 死人活人的钱 人家家传证了 妹妹 我要承包你父亲 新开发那个楼盘的装修 你父亲 他暂时还没答应 我还见了你一面呢 你看这缘分不 你看我在这 碰上了我的妹妹 是啊 哎呀怎么回事啊 哥我跟你说哈 我丢五百块钱 他捡住了不给我 不是 说不话 你认识他最好了 你先别说话 他不是 我没捡他钱 妹妹 你丢了多少钱 五百 你这是多少钱 五百呀 对上了 怎么对上了 我问你 你这五百块钱哪来的 哪来的 我特意捡来的 人家丢了五百块钱 你特意捡了五百块钱 给人家不就完了吗 哎 怎么能给他呢 人家的钱 怎么给 那是人家的钱 哎呀 你看看 同样是生活在一个屋檐子下的俩个屋檐 你说这插进来 你俩往这里站 你让大伙看看 就这长相 我们忽略长相 为什么要忽略 我们看内在 你很正啊 你再看看 你长得这么漂亮 你亏信不亏信你 对吧 还得是你 哎 你别说话 不是 你站这 你站这 妹妹啊 你回家以后啊 跟你的父亲王总 好好说一说 我们生意上的事 哎呀哥 你放心吧 那事就包在我身上 这生意给谁做不是做 对不对 主要是得看做生意 这人品呢 你真正啊 哎呀 太好了 不是 我就怕你在你爸爸面前说话了算数吗 哎呀妈呀哥 到时候我斜拍一踢 我咔往地下一亮 我满嘴啪啪啪一顿吐沫着 我爸那啥不答应我呀 哎呀 你要抽风啊 抽风我也把这事给你办明白 行了快说 正下去 再见妹妹 不是哎 哎呀你别走 这钱不说你的 哎呀你别走啊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这个人 干什么 那钱不是他的 那是我的钱 我知道那钱是你的 你知道那钱是我的 你怎么还让他拿走呢 哎呀大姐夫 不就是五百块钱吗 哎 我告诉你 我跟他爸爸这个生意要是谈成了 我挣的可不止一个五百 那就是上万个五百 到时候三分之一是你的 你要不要 不要啊 我问你 五百块钱是谁挡 他呢 完了吗 不是沈顺婆 你老干这事 你知道什么呀 什么我不知道啊 妈今天早上丢了五百块钱 明白不 老太太在家着急上火的 我今天物业发了一千块钱 我怕她生病 我从里边拿了五百 告诉她这钱找着了 明白不 你说你这五百块钱拿走了 怎么整 妈丢了五百块钱 你从你的奖金里拿出五百块钱 就说是捡的 对呀 你神经病啊你 你现在神经病不是当不成了吗 你五百块钱没了 怎么整 不等会儿 你刚才说你发了多少钱的奖金 一千呢 那应该还有五百啊 对呀这不还上五百吗 你把它放信封里给妈不就完了吗 不是 不是那那我就没钱了 我没法跟大笔地交代这事啊 你不是要当神经病吗 那你怎么就不能当会神经病呢 我当不了神经病 我的钱都在工程里压着呢 你总工程里面抽出来 五百块钱不就成神经病了吗 你就当神经病呗 你每次老这么弄 我给你说钱 妈妈不就急 哎呀 看看这钱找到了 找着了找着了 别着急 在顺分那呢 五百 哎呀 哎呦 这钱真找回来了 找回来了 太好了 妈就以为这钱找不回来了 不找 没事 哎呀真高兴 对了 今天中午咱家做红烧肉 哦 妈又成好酒呢 哦 哎呀我说 这钱到底人俩谁捡的呀 妈 这钱嘛 是吧 我 妈呀 以后你丢了钱呀 千万不要着急 容易高血压 有你二姑爷呢 丢了钱 我肯定能给你找回来 哎 哎呀姑娘啊 你捡着钱咋 还让你大姐夫给我打电话呢 对呀 那你捡着钱 咱还让我打电话呢 我让他打电话 不是想抬一抬他吗 我是想抬一抬他 让他在家里显着孝顺您呢 哎呀 你大姐夫呢 对 他抬我啊 他使劲抬我 他把我抬得高高的 他打算把我从咱们家发射出去 说啥呢 二姑爷啊 你真正啊 今天那红烧肉 你挑瘦的吃 让你大姐夫吃肥的 不是妈 肥的我也爱吃 肥的 妈那我吃瘦的 那你吃肥的 我肥的瘦的我都爱吃 你不是不爱吃红烧肉吗 我爱吃肉 你爱吃大葱对不对 是 我大葱我也喜欢摘着肉末吃 好好好 妈用那个肉皮切丁 给你扒了碗大酱 这大葱敏大酱 管够糟 这咋还改肉皮了呢 这还 永远 等着上那边吃肉皮再这样 这孩子还学会争丑 吃肉皮就不错 大葱敏啊 你说什么 谁谁钱丢了 谁丢钱了 没丢呗 我没丢 我找着来 我丢了 你看 我就说嘛 三人行 必有一丢 来 这回拿好了啊 你等会儿等会儿 什么叫拿好了 你给问明白了啊 他丢的 这真是他丢的吗 我问问呢先啊 你丢钱了 我丢钱了 丢多少钱呢 五百 啥丢的啊 啥丢的 我妹夫一来 我稀里糊涂丢五百 稀里糊涂啊 哎呀妈 那你稀里糊涂丢的 我可不能稀里糊涂就给你 对不是 是这么回事 我岳母啊 今天丢了五百块钱 你等会儿 这是你岳母吗 对 我岳母 丢五百块钱了吗 找着呢 哎呀 人家找着呢 跟我说你这小伙儿 你想要我这五百块钱 你直说不就得了吗 不是我没想要你这五百块钱 我确实丢了五百 你确实丢五百 你丢那五百长什么样啊 长什么样 一百一张的一共是五张 可端正了 你说准了是吧 我说准了 旁边这小伙子站这半天了 长得气宇宣昂的 我问问他 让他看看 兄弟我说句话 你能跟我说实话吗 我长得就是个实话 那我问你个事呗 你说 你看这钱长得 跟他说的那是一样的吗 你看看 我看看 哎呦 大姐夫 这钱真不是咱家的 等会儿你管的叫啥玩意儿 大姐夫啊 那你们是一家人呐 那是我岳母 你看都是一家人 你就能说整话 怎么的 你这个人呐 很正啊 哎呀 我说他大姐夫啊 这钱呢 的确长得很端正 五十一张的 能够十张 跟你丢那五百 一点不脸像 哎 等等 阿姨 哎呀妈呀 这钱不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 哎呀妈阿姨呀 你家这啥家风啊 怎么听说有人丢钱了 全来认领啊 孩子 那那钱真是我的 我刚给银行 求出来的 哎 你看看 那新缝里头 好像还有个回纸单 我看他 有证据吗 你看看 妈呀 真有这么个回纸单哪 你看 你给我说 回纸单写的啥呀 那个 九点半 九点三十分 公募行 工商银行 取款 取款 哎妈呀 这整字塔的 是人家的就憋在这闻了 冒充什么警惩呢 太不好意思了 刚才冒犯您了 您收好了 谢谢二位 谢谢二位 大妹子 看见了吧 我没说瞎话 他就是丢了五百块钱 你别说了 说啥说呀 这么简单的事 你反反复复 你说不明白 你说这俩姑娘往这一站 你看看你 长这么好看 你亏心不亏心 你再看人家长的 我们必须忽略长相 你人很正啊 慢走啊 慢走 哎哎 不是孩子们呢 这不对呀 我这个钱找出来 我这钱是谁的 啊 是不是 你在哪儿捡的这钱呢 哎呦 这个钱是在哪儿捡 我小姐 哪儿捡的 从我兜里捡的呗 对对对 这是我大姐夫的 给给给给给 哎呀妈 你瞅你这俩孩子 这到底啥事啊 给妈都皱眶穿了 是这么回事 你别说话 妈 我跟您说实话吧 哎 您不是丢了五百块钱吗 我怕您着急上 我再生出病来 我今天物业 发了一千块钱奖金 我就从里面 拿出五百块钱 假装给您捡着了 明白不 这是你 你拿出了的五百块钱 啊 你神经病啊 不是不是妈 这问题是 他前面来了一个神经病 把我五百块钱弄走了 啊 还有这事 可不吗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 五百块钱妈给你了 你就完了 你就别说别的了你 什么 我告诉你 这五百块钱 确实是我大姐夫的 那五百块钱 是一个小姑娘 一个小妹妹丢的 她捡的 大哥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哎呀他哥呀 我回去一翻我那个包啊 等会儿 我没捡着你的包 不是 大哥我包没丢 啊 我不但包没丢 我改我那包里 还翻着我那五百块钱了 我的钱也没丢 所以啊 这五百块钱 真是你的 你看看你看看 我没说瞎话吧 没有没有没有 你看看 我是不是孝顺老人来的 是 大哥所以你跟我说 你没孝心的事也是真的 你看你还不相信 你跟我妈好好解释解释 行行行行 别别别别说 别说了 一千块钱都回来了 还有什么可说的你 你真 你真 对手说话闭嘴 不要脸 妹妹 你回家 见到你的父亲了吗 那见着了 我们俩生意的事 你跟他 偷疯了没有 不是 你跟他说了没有 说了哥 我都吐墨子了 我把这个事啊 前前后后的这个经过 都跟我爸爸说了 太好了 我爸说了 你这人啊 你耍心眼 所以你这人品 就给你归了俩子 哦 买买 反倒是你啊 大夫 你这个人 你长得这么漂亮 一点都不亏心 继续漂亮下去 哥 你用现在最流行的 你的话来说 那你就是 现嘎的用 哎 哎不是 啥意思啊 先呢 我说顺粉啊 顺粉啊 这么些年 你这老毛病咋就不改呀 你真是踏着你姐夫的鲜血 踩着你姐夫的肩膀 耗着你姐夫的头发往上冲啊 大姑娘 哎 回家吃红烧肉去 不是妈 我能吃红烧肉吗 你颜值这么高 吃 明白 我是靠颜值吃饭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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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